不管是选前还是上任 都自诩是最会沟通的蔡英文政府 但两岸沟通上是不是又踢到铁板了呢 因为先前雄三飞蛋误设 让大陆国台办大表不满 说陆委会没有通报 结果是让主委张小月被选的时候赶快来澄清 说有通知国台办 不过是用简讯的方式 甚至还说他们能用的全部都用上了 结果就被在野立委们痛骂 这样的举动等于已读不回 两岸关系等于还没有完成 就提早交卷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底说了什么谎 让黄昭顺劈头就先呛下 原因就是雄三飞蛋误设后 大陆呛下陆委会没通报 让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急忙澄清 两个管道一个是海基会 海基会的方式 是用信件 是用信件 有信件吗 有信件有传真吗 是的 是什么时候传真 什么时候用信件 就是在 七月几号 下午的时候 七月几号 下午几点 下午就是在下午左右的时间 左右是几点 陆委会也有传真吗 陆委会不是用传真 我们通报的方式 我们是送简讯 雄三物社差点引发台海危机 陆委会海基会 一个简讯一个传真 得到的全都是没有回应 不禁让人怀疑 两岸沟通正走回头路 这样子以读不回 就是提早收卷 不要到最后两岸关系 就是提早收卷 连考卷没有完成都不重要 你们连一个电话都舍不得打 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奇怪 就是相关的方式 相关的沟通的方式 我们都尝试过了 即便我们有用 但对方都是以读不回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再加以检视一下 第一个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这个原因或许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陆说 你没有接受求人控制 过去两岸关系到底怎么样 其实在扁政府时期 蔡英文时任陆委会主委 就靠海基海协会的传真 一样徒劳无功 到了马政府马习会后 两岸有了热线 但在马英九任期届满前 热线却变成冷线 一直到蔡英文上任 竟然只剩简讯沟通 甚至连有没有已读都不知道 新政府号称用上所有管道联络 但对岸关起了门 这管道再多也没用 马政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络的 然后你现在蔡政府一上台 两岸关系就变成已读不回 那这个对于民众来讲的话 心理上面会有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很大的一种冲击 蔡英文上任都自诩 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如今面临求丢出去 得不到回应 这样的困境 看来未来只会多 不会少 欢迎新闻 辽文普王威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